你跟我出來 一次一格 图盤免還 其實我會想大家訪問你 你以後不要再來找我 我愛你呢 當台客流氓 墜入勤往 原本荒誕不羈的生活 填滿了粉紅泡泡 邱澤在當男人戀愛史裡 直求示愛 手法看似笨拙粗暴 卻又純情的討喜可愛 他心裡面有很多 他的小劇場 然後他 其實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對於追求愛情的執著 我已經蠻小的 但是不像的地方 就是不會那麼疲劃 然後他是整個 把保齡球館包起來 這樣愛你久久 這個一般 是比較難會這麼做的 你不要操喚我 你不見到 儘管愛火炙熱 但生活卻陷入了困境 邱澤心裡呈現出男人的情感 演出自然 並賦予角色深刻魅力 才剛拿下台北電影獎隱蔽的他 再以這個角色刷進金馬獎 期待收到金馬獎座候理的 還有以氣魂中的 埃莫檢察官一角 四度入圍金馬隱蔽的張震 我是從這個案子 只分給我 這個屬於除了我以外 還有誰能辦 他生病 他很多地方 他行動比較不便 然後到後 電影後半段之後 基本上是只能坐在輪影上面 然後可以表演的區域變神 很多的地方 都要靠眼神去說故事 是檢察官也是病人 不管是犯案時的銳利眼神 或是面對妻子的深情凌適 甚至是生命將盡的無助不捨 他都精準掌握 更為了讓外型有說服力 花了三個月瘦身12公斤 瘦身的這幾個月時間 也可以當作是會角色做準備 然後這個時候同時也是跟導演 比較長時間的步驟動 就給導演看 現在夠不夠瘦 我每次去定妝的時候 就是都要吸氣 現在夠瘦嗎 還是夠 同時還改變了說話與走路方式 由內到外全然進入角色 而金錢男孩裡 飾演性工作者的柯震東 則是首度挑戰演童志 我想像蜘蛛 每一個都不放過 每一個都愛你 錯了 他說我是服務型 所謂服務型就是我會配合客人要什麼 交際花這方面就是多看 就是某些你知道夜場的朋友們 可以拿到一些靈感 二度入圍金媽影帝的他 不再是過去純愛電影中 那個愛耍帥的男孩 他深刻到處為了生存 而從事外人難以理解行業的沉重 無奈 眼睛內斂 更被評審順讚 是最超越自我的一次演出 尤其最後這一幕 非常有魅力 角色情緒很重 有情感拉來拉去的 然後哭戲也多 我想說我唯一一個 算是比較放鬆 然後比較偏愉悅的場 對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把該做的表演都 大概傳達完之後 導演一半含卡通就開始狂跳 就可能順便把拍攝的壓力 跟某些不愉快 就在那邊亂丟這樣 我都心裡在那亂丟亂丟亂丟 我也要好好生活 因為我也想要好好工作 我也想要一個穩定的家庭 四度入圍金媽獎的鄭仁碩 這次以角頭龍龍龍龍中的阿信 首度穩定影帝 由於故事設定 是發生在角頭二的六年前 因此不論是樣貌或說話方式 都得呈現出更年輕的姿態 但要找回青澀感可不容易 我就必須要讓自己保持幼稚 保持衝動 保持對戀愛的憧憬 很年輕就背負著家裡的一些 事情在損傷 所以不得不讓自己快速長大 所以我就必須要再更回退 在我自己個人的更前面 比如說求學時代 或是當兵的時候 我要把那個時候自己 對人與人相處的感覺 再把它找回來 片中他面對感情的羞懼和猶疑 讓人看見角頭兄弟 也有鐵漢柔情的一面 另外曾在2000年 以警匪片槍火 拿下金馬隱蔽的港姓吳振宇 今年以濁水漂流裡的 染如皆有再度角逐 他除了可以增肥外 還打造了一口爛牙 只為貼近角色 這件真人真事 他們覺得有些事情是 大家的感覺不同 你沒理由真的丟了我 說我是垃圾 又不給你撿 當時是一個挺不開心的場面 政府做冷錯事就要道歉吧 為了一起在街頭生存的家人 向政府討公道 他將社會底層人物的辛酸 與沒有明天的絕望 以及為了尊嚴 引死不去的精神 演得撼動人心 入圍最佳男主角的五位演員 演出了劇本久役 他們用演技刻畫故事的靈魂 展現不同的螢幕魅力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